民主党内部就正式提名拜登的时间问题引发的激烈冲突 周二 三位民主党员老提议在全国大会前几周提名拜登 这引发了一些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意见 甚至呼吁拜登让位 这场冲突的核心问题是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以及在一些关键州的民调落后于特朗普 这一提名时间的争议涉及到8月19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和全美50个州的选票资格截止日期 甚至可能影响到俄亥俄州的选举安排 部分民主党人支持加速提名拜登已避免混乱 而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这种无根据的恐吓战术 认为这是试图强行通过拜登的提名 这场内部分歧将如何解决人未可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深入探讨最近华盛顿邮报报道的民主党内部围绕 正式提名拜登总统的时间问题所爆发的冲突 在本周二 民主党内部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位民主党元老推动在全国大会前几周正式提名 现任总统拜登 这一举动引发了部分众议院民主党人要求放慢进程 甚至呼吁拜登退位 引发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在一些关键州的民调中也落后于前总统特朗普 这些情况让部分民主党人质疑拜登是否是继续领导他们的合适人选 新的分歧涉及到8月19日民主党全国大会前的党内提名规则 以及全美50个州的选票资格截止日期 拜登的顾问和支持者希望通过在全国代表大会前几周 尽快提名拜登总统以平息党内争议 然而拜登在6月27日的辩论中表现犹豫不决 甚至显得困惑 这进一步加剧了部分民主党人希望他退位的声音 三位曾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拜登盟友 在本周二向大约180名DNC规则委员会成员 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 推动在8月初举行虚拟点名 正式提名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前弗吉尼亚州州长特里·麦考利夫 和前弗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恩在信中表示 这一程序应该在8月7日之前完成 以确保民主党提名人在今年秋天的选票上 正常情况下 主要政党会在各自的全国大会上正式提名他们的候选人 然而民主党将他们的大会 安排在巴黎奥运会闭幕式后的一周多开始 这导致提名人的接受演讲要到8月22日才能进行 这一安排引发了一些州关于选票资格截止日期的混乱 尤其是俄亥俄州 该州的保守派选举官员甚至讨论了 将拜登的名字从选票上移除的可能性 这促使民主党决定在8月7日之前举行一次虚拟点名 一些民主党人支持这一决定出于对混乱的恐惧 但也有部分众议院民主党人对党内官员 所谓的无根据的恐吓战术感到愤怒 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实际上是为了关闭有关替换拜登的讨论 加州众议员贾里德·霍夫曼在给DNC官员的一封信草稿中写道 这种非同寻常的行动没有法律依据 将有效的加速提名过程近一个月 霍夫曼的信草稿警告称 DNC代表可能在本周日举行视频会议正式提名拜登 他在周二开始向数十位同事传阅这封信 希望获得近50个签名以展示他们的力量 来自关键战场州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苏珊 怀尔德表示他会签署这封信 并估计到周二中午已有25名民主党人表示有兴趣 霍夫曼的信草稿指出 俄亥俄州已通过立法 允许民主党提名人在大会结束后被列入选票 他认为提前进行虚拟点名来压制辩论 是不必要且前所未有的 可能会严重损害民主党的士气和团结 根据《华盛顿邮报》采访的几位选举专家的说法 在全国大会之前更换提名人相对容易 因为还没有正式提名人 选票也还没有印刷出来 然而如果民主党在拜登成为正式提名人后 试图更换他 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6月中旬 DNC官员制定了新计划 计划在芝加哥全国大会之前 与各个委员会举行会议 该计划指出 DNC出于法律需要 尤其是俄亥俄州的法律 将重新创建四年前疫情期间使用的虚拟点名 俄亥俄州共和党州务卿发言人 本金德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问题在俄亥俄州已经解决 民主党代理人应该停止 将他们党内的功能失调归咎于俄亥俄州 他指出 问题的根本在于民主党 将大会安排在俄亥俄州 法律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后 在拜登的辩论表现之后 超过20名国会民主党人 呼吁他让位给新的提名人 可能是哈里斯 拜登一直在反击 在周末与民主党核心小组的电话会议中 他的顾问也试图直接与立法者 交谈以平息叛乱 他的最深支持 主要来自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成员 在给DNC规则委员会的备忘录中 三位前党主席提到 除俄亥俄州外 还有其他几个州也有 早期选票截止日期 他们建议 任何推迟到8月晚些时候的行动 都可能招致保守派律师 挑战选举程序 霍丰曼表示 这会削弱党内激进分子的基础 他强调 民主党的团结和热情 在现在到11月5日之间 至关重要 呼吁取消任何加速虚拟点名的计划 总结来看 民主党内部围绕拜登提名的 争论不仅仅是 关乎时间安排的问题 更是关系到党内团结 选民信任 以及对未来选举的方向感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争论 无以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中 复杂而紧张的局势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请继续关注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民主党内部的近期 因是否加速正式提名 拜登为总统候选人 而出现严重分歧 背景是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欠佳 以及他在一些关键摇摆州的民调 落后于前总统特朗普 这让不少党内成员 对他的连任能力产生疑虑 包括前维吉尼亚州州长 特里·麦考利夫 前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 迪恩在内的三名民主党元老提议 应在八月初举行虚拟点名 提前正式提名拜登 以及副总统哈里斯 这一提议的目的是 确保拜登的名字 能够出现在全美所有州的选票上 避免因提名过迟而影响选票资格 尤其是在像俄亥俄州这样的关键州 然而 这一提议 引起了民主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反对 加州众议员贾里德·霍夫曼 和其他一些众议院民主党人认为 这是试图强行通过政治上脆弱的总统提名 并压制对拜登续任的讨论 他们认为 这种快速提名的行动 缺乏法律依据 并且会损害党内士气和团结 霍夫曼等人指出 俄亥俄州已通过立法 允许大会结束后 再将民主党提名人列入选票 试图在8月初前完成提名 并不必要 而拜登的顾问和支持者则认为 提前确定提名人选 有助于平息党内争议 并为秋季大选做好准备 他们担心 若延迟正式提名 将可能面临来自共和党律师的法律挑战 这会进一步复杂化选举过程 这场内斗反映了民主党内部 在应对拜登竞选 连任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一方面 党内一些人 希望通过提前提名 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确保选票资格 另一方面 另一些人则认为 现在就确定提名人选过于仓促 并且忽视了拜登在辩论中 表现欠佳的事实 呼吁他让位给其他潜在人选 这场争论进一步扩大了党内 关于领导权和选举策略的分歧 并且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发酵 不仅影响到党内的团结 也可能对大选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需要党内各派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 还需密切关注选民和法律环境的变化 以做出最有利的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 拜登又要上演一场鸿门宴了 三位民主党内的元老推动 在全国大会前几周正式提名拜登总统 这就像是在演一场西游记 硬是要拜登这个唐僧提前取经成功 还没经过9980一难呢 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 拜登在一些关键州的支持率明显落后于特朗普 这就好比曹操大军压境 却还要选择刘备这个病夫来领军 这个选择有多荒唐啊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激动干吗 别忘了 拜登可是有九命猫的美誉 记得2016年吗 当时的局势也不乐观 结果人家还不是成了总统 更何况 他身边还有哈里斯这只白虎保驾护航 你提到的民调数据可是有选择性的 你可知道 据最新数据显示 拜登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绿纳 可是一路高歌猛进 60%呢 这可不是西游记 这是现实的政治战场 别搞错了哈 谢琪琪 你这是忽略了大事啊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简直就像水浒传里的五大郎上战场 还没开打就累趴下了 你说他身边的哈里斯是白虎 那也不过是个纸老虎 民调数据 拜托 这可是关键摇摆州的战场 不是什么女性选民的芳心大战 而且 现在联民主党内部都开始对他表示怀疑 这不就是典型的内忧外患吗 楚天书 你这副说法就像是三国演义里的反派角色 专门唱反调 要知道民主党内部的争斗是常态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精 换句话说 这些内部斗争反而能让拜登变得更强 就像是曹操的英式狼固之势 至于拜登的辩论表现 不过是偶尔失误 谁没点黑历史呢 当年林肯在辩论台上也曾经揭巴过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吧 好吧 谢琪琪 你这个温良公减让的姿态真是让人佩服 不过拜登可不是林肯 他在政策上的举棋不定 简直就是《红楼梦》里的古宝玉 温吞软弱 怎么能带领民主党在选战中胜出 现在已经有2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呼吁他让位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而且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这些人可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油条 连他们都认为拜登需要让位 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就有点无稽之谈了 拜登可不是古宝玉 他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政治老将 这些所谓的呼吁让位 不过是政客们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戏码 你没看见吗 拜登在NWACP集会上的演讲 依然能引发在四年的高呼 这可是实打实的支持啊 而且你别忘了 这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 民主党的团结和策略 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所以拜登上场 未来仍然有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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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